四分之一65岁以上老人还在工作 日本将进入70岁退休社会 往年人口的多项数据在创新高 每年的9月20日是日本一年一度的静老节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 此前的预计 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在2025年将达到30% 且按此趋势发展 这一比例将在2040年突破35% 在填补劳动力缺口方面 除了千方百计的鼓励生育外 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 重返就业岗位 以成为历届日本政府缓解劳动力趋紧的主要方式 因此多年来 日本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和就业环境的改善等 来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